中国移动 0941 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集团主营电讯业务 和云业务等电讯周边生意 中移动的稳健 和强大企业互乘何相信不用不者多说 在云云高息股当中 当然各有长处 但电讯行业的稳定性是很多其他高息股难以比异的 例如内地银行股 虽然股息率非常高 但内房债务问题 和信贷风险将会影响派息比率 保险股同样受到投资收益 和内房问题困扰 但中移动却完全置身事外 和经济环境和系统性风险的相关度较低 原因是 坏账问题较少 若用户拖欠费用 直接暂停其服务即可 加上中移动用户规模大 不会受到单一客户影响 集团在经营数据上的表现非常稳定 每用户平均收入 ARPU方面 集团正式结束前几年的推势 站稳在50元 人民币 下同 以上 2022年上半年 ARPU达52.3元 同比增长0.2% 移动客户人数方面增长接近1300万户 达9.7亿户 其中52用户达2.63亿户 同比增长约5600万户 可见5G的滲透率仍然在进一步增长 并贡献你PR要增长 另外 在正企市场中 集团亦取得一定的突破 由于集团自身的庞大用户数量 和配套完善的通讯设备 集团一直致力发展云业务 2022年半年报显示 行业云收入增长94% 达189亿元 数据中心收入 也增长24.5%至147亿元 这个分布或成为中移动未来的增长引擎 集团管理曾为更好地回归股东 共用发展成果 在充分考虑盈利能力 现金流及未来发展需要后 决定2022年中期派息每股2.20港元 同比增长34.9% 全年派息率将比上年进一步提升 2023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逐步提升至当年利润的70%以上 较高的股息率将会有效在现时 混乱的市况当中维持股价的防守性 由于美国加息预期再次出现上涨的风险 拥有高股息的股份 在大盘下跌时的韩性将会比高股值股份强 虽然以企业价值斜线 除息税折够前利润比率计算 现时为2.2倍 与集团过往5年股价的均值相弱 但现时预期集团2024年的预测股息率为9.27厘 相对吸引 相信股值可以随着股息分派率提高 而获得价值释放 若以百利股息率计算 股价可达67.6港元水平 相对现价 存在16%上升空间